拔小雪了 我才依靠萝卜是小雪 我拔 我不是小雪 我是黑暗魔王 什么 黑暗魔王 你怎么穿着小雪的衣服 我就喜欢穿裙子 你管得着吗 哦 黑暗魔王 既然你不是小雪 我就把你插回萝卜坑 向你继续当萝卜 不要啊 萝卜坑怎么还交换位置 这下我可怎么找出小雪 我也来玩拔萝卜 萝卜怎么变成了小雪 小雪被黑暗王国的人 变成了萝卜蒸在地里 我也不知道 哪个才是真正的小雪 那我才是三个 大宝 小雪是短头发 怎么可能有长头发落在外面 我就要吧 我是小雪 小雪 你的头发怎么这么长 我带了假发 其实 我是艾莎 我用魔法变成了小雪的样子 小朋友们 可不要放松666 告诉小辈大宝啊 小朋友们怎么都在放松666 哦 好啊 原来你是艾莎假扮的 看我把你插回去 啊 不要啊 我也来吧小雪姐姐 我选三号 谢谢你熊妹 我终于自由了 小雪 你怎么长得无比尾巴 这是黑暗脑袋用魔法变出来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找不到我 可恶 你们竟然这么快就找到小雪了 小雪 我要把你变成猪 我们快跑 我们快躲起来 我变成枕头 我变成被子 我来了 糟了小雪 我们来不及躲了 小雪 我躲 小雪在哪 我 我也不知道 黑暗之力 奇怪 怎么找不到小雪 既然如此 我就把你们都抓走 不要 黑人老爹 快放了他们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雪昨天打碎了我一柜子的模范药水 我一定要惩罚他 可是 我昨天一直都在游乐圆滑 对啊 黑暗老爹 昨天我一直和小雪在一起 其实 黑暗老爹的模范药水 是被我打碎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发送你一告诉他 好啊 小朋友们都发送他们告诉我了 大宝 我要把你变成猪 对不起黑暗老爹 我不该乱动你的东西 我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我给小狗洗草 我给小狗追猛 我给小狗剪几天 完成了 我给小狗带假发 再给小狗带礼节 小贝快停下 你这样是不对的 关你什么事 说不定小狗还喜欢这样呢 看吧 他多开心 橙无悬眉比赛开始 大家快来投票吧 多可爱的小狗呀 竟然是爆炸头 可爱加一 小贝你的手真巧 小贝两下 小雪小贝大榜零下 我宣布橙无悬眉比赛的冠军是 小贝这是你的小贝 太好了 小狗狗我最爱你了 老小熊们家宝 怎么样 你们可别羡慕我 小贝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小朋友们都会批评你的 胡说 大家都喜欢这样装扮小狗 才不会批评我呢 小贝姐姐不需要的 别说了 我才不听你们的脑 小狗我们走 小狗看起来很开心呀 小雪小贝 我们还是别拐了 但是假发和领机待的时间长了 小狗会不舒服的 小美说的没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小贝 给小狗穿公主鞋 好漂亮啊 再给小狗穿水晶鞋 感觉还缺点什么 有啦 再戴上墨镜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这样多好看呀 难道你不想变漂亮吗 别叫了 我们快回家吧 妈妈看起来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的冰淇淋 小狗快追啊 快起来 小偷都跑远了 哇 小狗你怎么这么办 真是气死我了 精灵之力 小狗快去吧 哇 哇哇 小狗谢谢你 小经理啊 刚才小狗怎么一直摔跤啊 小狗的裙子太长了 还戴着墨镜穿着水晶鞋 这样不仅看不见路 还会被裙子和水晶鞋绊倒 时间长了 不仅不卫生 还会因为一直睡觉 让小狗受伤的 原来这么严重啊 小狗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对你了 哇 太好了 小白你终于明白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养宠物吗 可不要像小贝这样装扮他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二 熊妹是一 熊妹咱们两个可以抱团 好呀 小贝姐姐熊妹 我要和你们一起 不行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 我是二 大宝是一 我们两个也可以抱团 小雪 现在就剩下你自己了 你肯定要被淘汰了 不是的 我要和小贝姐姐熊妹在一起 我说了不行小雪 你是数字二 可我们加起来就是数字五 不是三了 不是的小贝姐姐熊妹 我是数字二 我和小贝姐姐相加 再减去熊妹的数字 刚好也是三 时间到 这局没有人淘汰 小雪你好聪明呀 我看 这次就是小雪运气行 下次你一定会被淘汰的 快看 我们头顶变成数字一了 这局大家仍然要组合成数字三 什么 还是数字三 我知道了 大宝小贝 我们三个在一起 就能组合成数字三了 好的 小雪 这下怎么办 咱们两个在一起是数字二 这下肯定要被淘汰掉了 我有办法熊妹 我们去和黑暗魔王大宝一起 什么 你们不要和我们一起 就是 你们来 大家都得被淘汰 不是的 小妹快来 这下完了 小雪 我讨厌你 这局没人淘汰 游戏继续 啊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没被淘汰 小贝奇奇熊妹大宝黑暗魔王 我们每个人都是数字一 我是一加一加一 减一等于三 原来是这样 快看 大家的数字又变了 这也太简单了 我是数字三 大宝也是数字三 我们俩在一块 正好是数字零 黑暗魔王 你可真聪明 我是数字一 七减一等于六 小雪 你应该和我一起 那熊妹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们不要丢下我 我不想被淘汰 我也想不到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还是放弃吧 小朋友们这么笨 才不会知道呢 就是 就算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们 这样我们男生族 就是冠军了 小朋友们 你们谁都不许告诉 小雪熊妹他们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怎么样 才能让熊妹和我们 一起不被淘汰吗 知道的话 就快告诉我吧 对呀 你们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里 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 穿多少颜色 就是多少分 老师 那你看我 大宝衣服三种颜色 三十分 老师 那我多少分 小贝也是三种颜色 三十分 都不及格 我应该能及格吧 老师 我多少分 你也是三十分 不及格 都要呀 都要呀 老师 我肯定能及格 没错 黑暗魔王身上六种颜色 六十分 及格 下次我一定要及格 早上好啊大家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还是我来的最早 黑暗魔王 我来了 大宝 你身上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我为了及格 可是穿了七种颜色来 一定要及格 我来了 哇塞 小贝你怎么变成彩虹了 切 你不是也是 我今天一定要及格 所以 我把所有的颜色都穿上了 早知道 我也多穿点了 你们肯定都比我分高 那好啊 我来了 小雪 你怎么还穿这个 你怎么不多穿点颜色啊 我 我也想多穿点 可是 我家就只有这件衣服 没有别的可以穿了 唉 真可怜 那你今天 肯定还不能及格了 孩子们 上课了 老师 你看 我今天穿的颜色多 还有我老师 你看我 我是不是八十分 小贝大宝 你们还是不能及格 为什么 因为 今天的打分规则变了 今天 是谁穿的颜色少 谁一百分 那我们穿这么多 我就就是高速了 谁穿的衣服少 是我吗 我看看 是你啊 小雪 没错 是我 我今天真是颜色太好了 今天无意占得到了一百分 老师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是你自己的运气好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孩子们 上车了 我上 我也上 啊 为什么我上不去 我再上 我也想下车 那我也上 我就不信了 我再见 啊 气死我了 行什么你们都能上校车 我就上不了 小贝 你没有带红领巾 所以上不了校车 红领巾 对了 我的红领巾怎么不见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同学们 我们出发了 不行 我要赶快找到我的红领巾才行 妈妈 你看到我的红领巾了吗 没有呀 不可能妈妈 你带的不就是我的红领巾吗 啊 不是 你看小贝 这是新买的司机 啊 那好吧 那我的红领巾去哪里了 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昨天去公园里吧 落在公园里了 我要去找找 我的红领巾掉哪了 怎么没有 小贝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没去上学 黑暗魔王 你带了我的红领巾 我还怎么去上学啊 小贝 你说什么 这是我的红领巾 这明明就是我的 后面还写的有我的名字呢 不信你看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不是我的红领巾吗 我都说了 这是我的 那我的红领巾哪里去了 没有红领巾 我还怎么去上学啊 嘿嘿 其实这个红领巾就是我捡到的小贝的 我只不过是把上面的名字给擦掉了 反正又没人知道 这可怎么办啊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的红领巾在哪里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